总是手脚冰凉暖不热,你可千万得小心啊 你这个情况长期下去要出大问题的,知道吧 你看你这手腕一搭上去,凉的冰手 人看着也捏捏的没什么精神 根据你自己的描述,平时还很怕冷 大便总是不成形,爱拉肚子,是吧 来我再看看舌头 舌质整体偏淡,舌胎也是白的 你这就是阳虚啊 中医很看重阳气,它就像是什么呢 对人体来说就像是太阳一样 万物生长靠太阳,对吧 阳气给人体提供热量,提供动力 现在看着你就是怕冷,肠胃有点不好 感觉问题好像不大 阳气一虚,体内就寒 咱人体的气血运行有个特点啊 就是得温则行,得寒则宁 那啥意思呢,就是说呀 气血在体内环境比较温暖的时候 是运行通畅的 一遇到寒冷就停下来不走了 那我举个例子啊 你更好理解 冬天天太冷啊 河里的水啊,是不是得上冻啊 人体也是一个道理 气血不通啊,就容易生淤 另外气啊,除了能推动血液 还能推动筋液运行 气不行,则筋液不行 时间长了,还容易生痰 气质,血淤,痰湿都来了 这三种东西啊 可是包括性疾病产生的重要病理因素 到时候再想调啊 麻烦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知道吧,姑娘 那现在调理思路啊 是不复杂啊 不不脾肾阳气就行了 我先给你开一星期的药 你回去试试看看效果 另外你记住啊 吃药只是一方面 你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减少阳气的损耗 你看你大冬天穿这衣服 露着脚脖子 这地方有个穴位叫三阴胶 老是这么露着 直接伤的就是肝脾肾 注意保暖 平时还爱吃凉的是吧 什么冷饮冰淇淋啊 是不是 可千万要管住嘴 要不直接伤的就是脾胃的阳气 还有就是别熬夜啊 早点睡觉 好吧 一定要遵义主 记住了